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个误解 是什么呢? 我们会认为肉类就是蛋白质最好的来源 牛奶就是钙质的最好来源 我们怕着不吃肉,我们的蛋白质不够了 不喝牛奶就会缺少这个钙质了 其实这些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根据1965年左右 在德国有一个研究的中心 他报道说 绿色的植物其中的蛋白质的质素很高 是高过肉和鸡蛋的 我们平常的人只要需要足够的热量 而蛋白质我们就一定足够了 在美国他认为习食者 习食者就是吃植物的动物的食物 他都吃的 他们认为这个习食者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是人类所需的三倍以上 而那些完全不吃动物性食物的人 他的蛋白质摄取量 都依然是人所需的两倍 而且组成蛋白质其中的八种氨基酸 有两种一遇到热便会分解 而肉类是必须煮过才能吃的 可想而知 肉类的蛋白质 真正能够给我们人体所吸收利用的价值 是很少的 还有另外过多的蛋白质是会造成 身体里面的钙的流失 而这个身体钙的流失 就是造成我们骨质疏松的原因 根据统计 美国65岁的女性 平均骨质流失的 是有35% 但是同年纪的素食者的流失 只不过是18% 埃斯基摩人的钙 他的摄取量是全世界最高的 但是因为他蛋白质的摄取量 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的骨质疏松症 是属于全世界之冠的 在非洲的女性 他过去摄取量 是美国人的一半 但是因为他蛋白质摄取也很低 所以他比较少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由此我知 想在牛奶里面 获得钙质 这个不是走得通的 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陷量高 反而会令到钙质流失 那究竟我们在哪里摄取钙质呢? 绿色 深绿色的根菜类 好像红萝卜 芝麻 这些葵瓜籽 种种的 就有很高的钙质含量 而其中红萝卜的汁 它的钙含量 是和人的奶是很相近的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中心 所发表的一篇报告 它说美国人减少得癌机会的一些提议 包括减少脂肪的摄取 增加的纤维量和新鲜蔬果的食用 为什么呢? 因为蔬果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C、E和这个电质 还有植物的荷尔蒙 这些全部是有助于预防各种的癌症 植物荷尔蒙最多就是那些 幼嫩的蔬菜里面 它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 一般的蔬菜 像花菜、椰菜、西兰花、包心菜 这些含量都很高 植物荷尔蒙是比较不受加热的影响 是有加强肝脏排毒的功能 其实人类的饮食应该是自然的饮食 是五谷杂粮、蔬果、豆类、种子、坚果 这些天然食物来的 这些是可以从我们人身体构造到 得出这个结论的 因为我们的手是没有爪 还有我们的颌是比较弱的 而我们的口水里面的酸度 我们的肠是比我们背脊骨的七倍 这种种都看出我们是需要一个自然素食 吃蔬果、豆类的动物 所以当我们人类如果能够遵行自然规则饮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长寿 但如果违反这些自然 我们就是多病、短命等 而近年来的医学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如果我们人类可以解除食欲这个习惯 50% 如果它改为素食 它会降到4% 可见素食者得癌症的机会 是大大少于肉食者的 而且已经有病的人 不管它是心脏病、癌症 如果能够改食五曲杂粮的话 蔬果、豆类等种子之后 它的病情都得到改善 另外我们素食要自然 清淡才能够充分得到益处 食物的来源最好是没有农药 以有机的肥料种植就最好 在调理过程中 要避免尽量多油、多盐这些调味品 而且一部分的食物是应该生食的 为什么呢? 因为食物的营养成分中 像蛋白质、酵素、维他命等 在加工加热的过程都会受到破坏 尤其我们中国人 一般我们都不会吃新鲜沙律 没有这个习惯 而我们中国人得到胃癌 这个病是超过西方人的 为什么会引起胃癌呢? 这些胃癌的致癌物 亚硝酸就是 硝酸盐和蛋白质在胃里形成的 而维他命C 是可以阻止这些致癌物质的形成 如果我们为了防癌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 每一餐里 多吃一些维他命C 丰富的生菜沙律 而我们在食用上 最好是食用季节性 而且是肚生肚长的蔬菜碎果 这些不止是最经济 亦是最合乎健康的原则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和夏天的饮食 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不止可以减少农药的食用 同时也能够令我们身体冬暖夏凉 在传统习惯里面 我们中国人冬天我们喝红豆汤 是觉得很暖 但夏天我们就喝绿豆汤 这个已经是千年来的 扬生经验 季节性的食物 和食物的寒暖性分类是有关的 夏天太阳很高 照着天气很热 所以我们收割的食物 是属于寒性 能够趋热 所以我们夏天我们吃冬瓜 它姓大寒 而在秋天冬天收割的食物 是属于暖性的 能够保暖我们的身体 而在西方人里面 有一句话就是 早上吃就吃得好像国王 下午就好像王子 晚上就好像乞丐 为什么呢? 即是早上吃得更丰富 因为早上能够掌握一天里面的情绪 和精力 所以要吃得很高营养 又容易消化的食物 那我们日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消化能力强一点 所以高蛋白质的食物 和生长在地面上的 花果叶食的食物 都是适合的 但是近晚餐 我们接近睡觉时间 就不应该吃得那么饱 那么丰富 应该是简简单单 以根类为主的食物 这些就是三餐饮食的 健康原则了